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已經被玩家解包的情況出現 即是三個角色和一條龍 大家可以看到他們的能力和屬性 這次就是重點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三個角色和那條龍究竟如何 光屬的五星 大家應該都知道 這隻是槍 即是輔助 好啦 日文配音我們一定要看 早見沙漬 英文配音不用看 因為我不是看英文的 接著 大家最想知道的應該是他的技能 血量 力量 其實不是輸出 力量只有480 血量只有823 但這隻是玩血的 待會大家就知道了 第一招技能是神聖處女 可以看看他的基本說明 對前鋒所有敵人造成8次的93%傷害 接著還會觸發自己回血72% 看起來就非常厲害了 當用的時候就真的不知道怎樣了 如果這招技能上升盤 升到3技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8次的115%傷害 接著還會觸發自身108回血 這件事大家要看看 其實我自己覺得... 不知道是否呢 第二次的角色已經好像很特別 希望他出來的時候 能夠做到一個不錯的技能 因為我應該會抽的 不過中不中 大家都知道這些不是自己決定的 是吧 天天決定的 接著是第二招技能 麻煩製造者 這樣翻譯出來就很有趣了 第一級 其實是對前方所有敵人造成10次的75%傷害 接著恢復玩家350%的SP 接著如果兩級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是10次的83 即是830 恢復5500的SP 這招對我來說有沒有用呢 其實做這麼多Hit的傷害... 也沒有說有沒有用呢 但最特別的就是 恢復能量槽500的SP 就是這麼簡單 接著我們再看看它的EXP技 是EXP技 第一級會提高全隊的9%的血 接著到第五級會有15%的血 如果這角色配合精德加多40% 1.55% 基本上你的生存能力還要回血 大家不要忘記了 它有技能回血 接著它的生存能力 基本上是高到不能再高了 暫時來說的角色 萬聖節角色 基本上大部份的技能都是回血 無論是三星的角色 稍後跟大家說吧 接著我覺得很棒的技能 就是有攻擊技能提升25% 接著二級是30% 換言之 其實你的攻擊回血技能 即是提升了很多 接著佐咒的抗性 可以提升100% 其實就是不怕佐咒 我暫時暫時不太害怕 對了 接著還有一招技能就是 BOSS的OD槽下降速度提升30% 即是對方超過Gyver的時候 即是你打到他爆發的時候 你是打他更多的嘛 這個角色就剛剛好 可以幫你極速打爆BOSS的Overdrive 這樣就可以快一點 這樣造成輸出啦 即是很奇怪 有這招技能算是一隻輔助角 但你又可以快點爆發 你這樣想吧 輔助之餘還可以快點幫自己人 做出極大的輸出 因為始終這招可以打到BOSS的速度快一點下降 可以快一點去 令自己的隊友也快一點輸出啦 四星五星的光槍就說完了 我們說一說四星的暗屬性的寶師 它五星的時候就會變成減的樣子了 直接看五星了 是不是應該... 咦...沒有啊 那就看看這個位置 它是屬於一隻四星的光屬性治療 它的日文配音就是植田佳萊 對啦 植田佳萊 看看它的第一招技能吧 到了三星的時候 就可以回復我們所有隊友的108%系數血量 第二招技很有趣 它是輸出來的 不過會回你自己的血量 但是回不了隊友的血量 我自己這樣看 這個角色如果去到五星的屬性武器的話 可以多多一招回血技能 但是始終有一招的輸出技能 不能稱得上全奶 但是你說半奶半輸出 隊友夠強的話 也可以啦 的確是可以的 你可以這樣看 不會說沒用的 有一招輸出技能 接著就是EX技能 就是提高全隊6%的治療量 如果去到五級的話 可以提高14% 接著就是技能準備的時候 就是這個...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有多少個充能 可以開到技能 它最高量的時候可以去到75% 換句話 即是你開球的時候 不用儲這麼久了 你也可以回血 做到輸出啦 中毒是抗性有100%的 即是如果你有兩招的話 基本上你不會中毒的啦 滿血的力量提升啊 當你滿血的時候 你的攻擊力會提升10% 接著我們就看看新的龍 新的龍非常簡單 是屬於四星啦 配音是我其實蠻喜歡的一個星優 遊牧壁 對了 之前因為玩一款遊戲 叫做... 呃... 叫做... 女神移民屋 聽到她的聲音 覺得超級棒 這個題外話啦 我們可以再看看她的技能啦 技能就是... 如果周圍的敵人 光屬性傷害會降低對方10% 即是先做光屬性傷害吧 而再降低對方10%的攻擊力 如果你滿身 即是突爆了的話 就會有15% 這個效果是不會錯的 好了 接著到我們... 如果用這條龍的時候 光屬性用這條龍的時候 就會提高15%的血量 以及它的力量 即是輸出 這樣理解吧 突爆的時候會有20% 這樣說的 可能大家會有疑問 咦... 那個管家去哪裡呢 好了 我們看看管家 管家呢... 本身是三星來的 不過我真的很想升 這是我自己的個人意見而已 升不升就看大家啦 三星、四星的樣子是這樣的 五星的樣子會再有型一點 只不過是背景 這個設計師真的非常懶 我只能說他懶 沒有其他話了 這是三星的一個泰刀 是泰刀來的 應該是泰刀來的 我沒有記錯的話 對了 看到了 是泰刀了 對不對 即是不是騙你嘛 真的有icon的嘛 對不對 哈哈哈 簡單來說 如果這角色... 直接看他的技能吧 技能一 就是... 對前面的敵方造成三次攻擊 輕微的傷害... 2000... 不... 神經病 238% 接著第二招技就是 對周圍的敵人造成... 711%的光傷 是一次的 接著你可以回血 這很重要啊 後續的技能看到有多重要 接著就是隊友的能力 如果你是升到突爆的時候 有EX的話 他可以力量提高5% 全隊 能力方面 當你HP滿的時候 你的攻擊力就會增加8% 這個大家要看看 因為我們之前可以自己回血 打敵人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這招技能比較配合 接著就是助就會降低25% 加25% 這裡大概是這樣啦 其實這角色...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升 這三星來說 我自己是... 本身因為他的外形太吸引了 而且太多我也想升一隻 只不過水泰真的不能升 因為我有一隻水劍 所以就升得慢了 應該是這樣說的 水泰刀的時候 推出的時候就不太合時 因為我正在升水劍 所以這隻的泰刀 我可能就會升爆了 不過現在就很厭缺覺醒的材料 到時候抽一下抽一下 能否抽到光屬性 始終我現在是有角色 沒有龍 有龍又沒有角色 換句話 如果我抽到光槍 或者抽到自己喜歡的光屬角色 我會增加... 戰力會增加非常高 對了 今天我們先到這裡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觀看 拜拜 按LIKE 影片 按讚 按按LIKE 按LIKE seguir 按pra 影片 vision 開關 按LIKE